近几年来极端异常的气候也打乱了传统的农耕石令 瑞穗香五鹤茶区早期都是在秋冬季进行茶树的修剪汁 却因为暖冬气候在初春萌芽的时候 碰上了强烈寒流低温 导致春茶的产量是锐减 而今年的茶区情况也是如此 茶农也向茶改厂来反映 台东茶改厂分厂长 萧建新则是建议调整修剪汁的时节 来避开寒流低温的高峰期 每年秋冬瑞穗香五鹤茶农就会进行修剪茶树 修养生息一带来春萌芽生春茶 然而近几年却因为暖冬气候影响 同样时节修剪之后 初春茶农采在春茶时却发现茶树反而都没有萌芽 也使得春茶产量节节锐减 茶农也相当不解 量少很多啊 可能是因为暖冬的关系 我们来不及做修剪的调节 所以产量很少 应该会有吧 只是量的问题会有 台东茶改厂分厂长小建新亲自担任讲师 为花莲南区三乡镇茶产区的茶农 来上气候异常的田间栽培管理课程 本厂长特别强调 在气候极端异常的情况下 传统农耕石令也跟着乱了套 因此建议茶农也要重新调整茶树修剪的时节 修剪之后 若是这一时间点变成浓厚了 因为我们现在的暖冬的现象 将是变成普遍存在的现象 那你变成要在所谓的立春到雨水这一段时间 立春到雨水修剪的时候 就能够比较能够避免到 避过你的所谓的我们的暖冬时候 产生的二月下旬到三月中这一波的那个含流 因应暖冻气候 茶农田间管理的脚步节奏也要跟着调整 若能延后到隔年年初修剪之 就能避开二三月份含流低温的冲击 恢复春茶原油的产量水准 热水午喝春茶因生产迷香红茶茶品 似乎都采自然农法 甚至有积栽培方式来管理茶园 营造小绿月产的生态环境 面对极端气候的冲击 茶农也得及时调整反应 才有可能有圆满的收获 记得时谕栏瑞瑞采访报道